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外公的乐器行 14岁 等于就是他刚入行就是从我们家 这个乐器行唱片行 然后那个乐队开始 所以有点是从在地上爬 就在听音乐 就在乐器行长大 唱片行 乐器行 然后父亲也是做音乐的 所以就是 很 很自然就是耳濡目染 然后 台湾其实有一段时间啊 他们就是很 也很流行那种 现场演奏音乐 就是那种 台北其实也很多啦 就PUB 什么Easy Easy Five 各种音乐 那高雄当然也有 可是就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这些有现场表演的店 就是 好像那个音乐都变成一个背景 对 就是对大家来说好像那不重要 对对对 然后就是大家就吃吃喝喝啊 聊天啊做什么的 然后甚至还有韩泉的 哇 如果在那种喝酒的地方的话 那因为我从小到大是看这些音 嗯 就是从事音乐工作的 长辈 长大的嘛 那有时候看他们在台上啊 就是很 很 用心的在 表达这些音乐 对 可是好像下面的人没有很 很珍惜的 去听这些东西 所以看了会有点 有点 有点 难过吧 是会有这种感觉 嗯 然后 其实那时候就有一个起心动念啊 就觉得说 那时候我 我39岁嘛 就是快要 快40岁了 是 那我就 那那时候我在高雄已经开了 两家店了 我已经 那时候我已经开了一家咖啡馆 跟一家 呃 餐酒馆 是 那我就想说 既然 从小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 对音乐的东西也算熟悉 是 然后又有这种开店的 算能力嘛 嗯嗯 所以就觉得说 嗯 那应该就来 为 为音乐做点事情 这样子 所以就开了家这样的店 是 然后那个 那个年代很 很尴尬 刚才也在跟黄老师 聊就是说 呃 从 他们那一代 就现在大概70岁 是 到现在 40岁 嗯 这30年之间喔 有一个很大的断层 就是台湾的爵士乐 没错 有一个很大的断层 嗯 嗯 大概 13 14年前吧 开始 就是 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些人 像 徐玉英 曾正义啊 对 然后谢明燕 谢明燕 他们大概就是 那个 十几年前 是 开始回到台湾 然后 所以我也有点算是很幸运 哦 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年代 在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开始就有一些 这些很 很优秀的音乐家回来 回来了 那刚好就是 可以跟我想要创造的 这样的一种 就是 客人是为了音乐来的 嗯 这样的一个 一个理念 是 的一个空间 可以去做一个结合 这样子 哦 所以 从那个时候一直 就做到现在 嗯 已经十几年了 对不对 是200 是08年开 08年开 都已经 也快15年了 哇 对对对对 而且你在那个时期 把这样子的想法 付诸实行 但是高雄当时 完全没有 听现场live jazz的地方吧 几乎可以这么说 嗯 其实 不能说没有 但是 我觉得 这个可能要从一个面向去谈 是 就是说 我 我 我大概在快30年前 我就回高雄 开一个咖啡馆 是 然后那时候我的咖啡馆 当然就有很多爵士乐嘛 嗯 然后 那时候的高雄是这样 就是 大家会觉得爵士乐就是 Candy G 哦 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机会 去听到其他的东西 对 然后再后面一点点就是 什么 小野丽莎 啊对对 大概就是大家对所谓的Jazz的那个认知 就只有这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 嗯 所以所以其实 嗯 你刚才那个题目是 就是在当时的高雄 那个 那个 社会的氛围 音乐的环境 对大家对于音乐的想象 对对对对 嗯 所以那个时候 嗯 大概就是 在那样子的一个 背景 是 时代背景 跟一个环境之下 就开始去做 所谓的Jazz 这件事情 对 但是你想要的Jazz 是非常爵士 就是Jazz Jazz 对 这样的东西这样 所以那时候不是说高雄没有 没有那个 现场演奏的 是 其实有 那也有就是 可是他们比较 如果说他们做Jazz的话 大部分其实就是Fusion 的东西 是 不是真的Jazz Jazz 或者是更流行一些啦 对对 就流行一点的东西 那时候是这个 原来如此 所以你算是那时候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尝试 诶 诶 会吗 没有想过有不勇敢这个事情 因为一般来说就是 任何人在做一个创业的时候 他一定想到说市场需要什么 那我到底是要被市场而驰 还是我要给你一个 就是新的东西 对啊 OK 其实 这个事情 我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开 开过两家店 对 很有经验了 然后 然后我都是 比如说我是高雄第一个卖espresso的 哦 对 然后我是高雄第一个那个比利时啤酒的餐酒馆 对 然后 因为 其实 我从很年轻就会蛮关注或喜欢 是 就是比如说欧美或日本 嗯 就是这些比较老的城市或国家的一些生活文化的东西 嗯 那 所以你说那个东西是勇敢 我也不觉得 因为 在我其实在世界上看到很多的案例嘛 是 就是 很多的空间像 像Vanguard 对 然后 Smose Blue Note 然后 太多了 说不完 那就是有很多的 应该说前辈吧 嗯 就是说 他们做事情 就是 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可以延续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是 然后也可以就是 普及到全世界的东西 对 所以其实我 当然那个 在我心里面确实是有一种 欸 可以说信念嘛 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那个人没有差那么多 是环境的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我就算是在高雄这样的环境 对 其实只要假以时日 我觉得好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 是 那其实大家都还是 终究还是可以领受它的好 但是美在那里 是一个责善固执 而且把很好的东西 介绍给高雄地区的人 对 对对 就是 嗯 应该是说 想要在那边种一个种子 是 对 我其实一开始就知道 这不会是一个 很快的或者短期的事情 对对 这个就是需要很长 对 因为 比如说我自己听得懂 或那么爱这些音乐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是 就是我比较幸运是 从小就那个环境嘛 嗯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没有这个环境 对啊 可能也是第一次听到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绝对不能说什么 啊这些音乐这么好 怎么你们不懂啊还是什么 不能 我不会这样想 我不会这样想 是 嗯 那甚至 我们过去 其实我这边有做过一件事情 应该算还蛮神奇的吧 是 就是 我们这边有办过好几场音乐会啊 都是 我们的入场费用是2500 对 而且那个2500不是什么 你可以在这边 什么喝酒啊 比交费什么的 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是来听音乐 对 资本票2500这样 然后 后来我发现这几场全部都是 没有多久都是爆满 对 所以我认为十几年下来 我觉得就像你讲的 音乐里面的力量 或者里面的内涵 因为本来就是不需要 透过太多脑袋去理解的东西 它就是直接感受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只要音乐够好 那不管是谁 就是它就是可以感受到 它被那个东西翻角的那种感觉 我常常觉得绝世乐是直球 它是直接触及到我们的音魂 它没有什么像流行歌曲 就是AB bridge 然后那个chorus 就中间会有所谓的高潮 去带动你的情绪 去安排一个什么东西 对对 其实绝世乐不是这样子 它完全都是真诚的东西 对 情感流露 对对 它不是一种策略的东西 对 所以这种音乐就是 所以为什么这样的音乐 其实是可以伴随你一辈子的 是 然后或者说 一百年来就是 它在人类的世界里面 就是影响到所有的音乐 没错 我觉得它是有原因的啦 是啊 就是我们这么喜欢 这个音乐的其中一个原因 对啊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爵士知识节目 我是主持人简诗明 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 在高雄非常重要的一个爵士酒吧 他叫做Marcellis 访问到的是创办人 阿伟张笑伟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耶 我们回来了 来聊聊 我刚刚一直在很好奇 虽然说小时候就是在这个唱片行 在音乐 就是你们什么事情都有做 也卖唱片 也卖乐器 对 是 就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但是即使是跟你一样背景长大的人 他对于爵士乐的理解 可能也不会有你这么深 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怎么会这么 就是沉浸在爵士的世界里面 而且这件事情是伴随你长大的吗 对啊 就是绝对可以这样讲 其实因为我父亲他只要在家 他连睡觉都在听音乐 这个真的没有夸张 他就是 反正就是 反正以前的那个唱盘是会自己跳回去的 对 反正他就是放到那睡觉为止 所以家里随时都是 然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有放音乐的设备 所以我真的就是 然后我是我们家最小的男孩子 是 所以他以前开车不管去哪里 就是有时候会带着我 对 他在车上也是一样 就是 所以我也 因为从小也没办法抱怨 就只好跟着他一直听音乐 然后就 那因为那是他的工作 是 所以就是 我从小会听到他在跟那些乐手的叔叔伯伯们 就是会去 比如说他们在排练的时候 那我就会听他们说 比如说他会跟我那个翠萨克风的某一个叔叔 说 但是那时候讲台语啦 他说 你那边要那个 稍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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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从很小 我就会知道说 这个声音他发出来的时候 那个乐手 比如说 不管他是弹其他 还是打鼓 还是吹管乐 还是弹琴 是 就是我大概都可以从那个声音 去回溯到 他们那个时候 比如说他们的肢体动作 或者他们那个时候的情绪是什么 是 所以 今天那就是一种语言嘛 对 就是说 你听得懂每个字 听得懂句子 然后听得懂语气 然后听得懂 比如说 这段话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然后 比如说 他现在是很快乐的在讲一件事情 还是是很感伤的在讲一件事情 或者是很低落的在讲一件事情 或者是在庆祝什么事情 就是 你从小就是对这些音乐的 我在讲一件事情 它是这种语言 所以我等于是在还没有学会 我现在讲这种语言之前 我就已经懂那种语言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不只在爵士乐 讲老实话 就是我到后来即便是在听 摇滚乐啊 古典乐啊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 那爵士乐它最特别的地方是 通常你如果听非爵士乐的东西 你能跟 就是听的人能不能跟上那个旋律 能不能跟着那个曲子在你的心里面 不管你是打牌子啊 还是跟着那个旋律走 对一般听音乐的人来讲 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没错 就是如果你做不到这件事情的话 基本上你就没办法投入 是 对不对 没有带入感 对对对 可是爵士乐它不是这样子 对爵士乐基本上是节拍 是 就是说 它会一个节拍给你 那你首先你要去感受那个groove 那个律动感 对 然后那种律动感 里面呢 它开始就是 你知道它们标准的进行方式 就是会有一段 前面会有一段melody 对会有一段 对对对 然后 这个可能是一个旗奏 或者是一个 一个主旋律 然后中间开始就会进入 所谓的旗星 即兴 那即兴的时候 当然那个 和远 还是继续在走的 继续进行的 所以 它有点像是 说 你其实可以 其实你还是有规律的 你还是可以跟的 对 可是最有趣的就是说 比如说你以为它这边 可能会往下走 诶它突然往上跳了 嗯 比如说这样子 或者 所以 可是其实你听久了之后 你也可以听得出 高明的东西 对 跟平庸的东西 对 所以其实 有时候 因为我 我没办法 因为我听太多 听太久了 从小 对 所以我 我其实是一个很挑剔的 听音乐的人 讲老实话 所以其实爵士乐 对我来说 最无聊的 表演 可能就是 所谓的很 predictable 嗯 就是好像这个乐手 下一步要做什么 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太无聊了 那其实就 还蛮无聊的 对 没有惊喜 对对对 所以 所以其实 呃 就是因为 那当然就是说 这些乐手 他们对于这些细节 然后对于那种 比如在很高的 很快的速度里面 是 他可以掌握的这种 精确度 跟那种 不管是在速度上 或者在和弦的 切入点 你去看说 啊 他每一个音 他没有一个音是 没有道理的 对 可是他 全部都是即兴的 对 所以 嗯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说 比如你在看艺术品 啊 比如说你 你小时候你一定会去看 你看得懂的东西 对对 可是你 你也许到一个年纪之后 你就喜欢抽象的 对对对 因为 因为其实你 你更喜欢的是那个 直觉的东西 你更喜欢的是那种 不需要再经过头脑 去解释 的那种东西 那其实说老实话 我觉得这个 因为如果你 语言都能表达的东西 都能表达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音乐了 所以其实音乐本来 就是要去表达那些 语言 表达不了的东西 语言到不了的 那个地方 的东西 所以 所以其实 我想 应该不是只有我 应该是所有 爱音乐 听音乐 听到最后面的人 我讲的是Jazz 应该大家的感受 应该都会 蛮接近的吧 没错 没错 觉得这个音乐 它太有力量了 而且就像阿卫刚刚说的 它很 它很直接 它都在表达情感 它就一直给听众 很多惊喜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听到这边 应该就会发现说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重视 Marsali 是这个地方 原因是因为 阿卫的音乐品味 是如此的好 你太了解这个音乐了 所以我们这边 安排的演出呢 也都很酷 是是是 是 我们准备要进广告了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爵士直视节目 我是主持人 简世民 今天呢 我们来到高雄 访问的是 Marsali 爵士酒吧 我们的创办人 张晓伟 阿卫 欢迎 哈喽大家好 回来了 来我们在这段节目呢 要好好地来介绍一下 究竟我们在Marsali 是这边 对于没有来过的人来说 他可以期待什么 他在这边 我们要送给他的 这个音乐 还有环境 他当中 就是由 阿卫来介绍 我觉得更好 好 那个 当然 每一场表演 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 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 我觉得 对我来讲 就是说 台湾是一个相对 对爵士乐来说 就是一个很年轻的 一个土地 然后 所以 我会有种自觉 就是说 我知道我不能用 我自己听了一辈子的 这种 标准 或者观点 去 从事这个工作 这样子 所以 基本上我在做音乐的 或节目的一个挑选 是 的时候 大概那种 非常所谓 硬蕊的 硬蕊的东西 其实不会太多 不会太多 对 就是一年 点多三四场吧 是 对 然后 其他 绝大 嗯 不能说绝大部分 比如说 比较Hardcore的东西 占 占10% 是 那 Standard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 爵士乐标准曲 嗯 比较 这方面的这种 表演 大概是 可能占40% 比例蛮高的 是 然后 然后再来30%大概是 比如说你说一些音乐家 嗯 他们自己创作的东西 作品发表 对 就是来自全世界的 是 对 那 他们自己的作品 在这边 可以被台湾的听众听到 嗯 那再剩下 大概20% 是 他大概就是 我会尽可能的 邀请 不是那些最 最有名气的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 场地必定不大 是 所以我没有办法 比如说 就办那种 像今天晚上 那个 对对 那个Winter Bronsales 这种 对 超大卡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 是 但是 可能现在 比如在纽约 嗯 嗯 很活跃的 是 一线的 像Ari-Honey 然后 这些 比较 年轻一辈 是 那 但是现在在 在美国 大概也已经都是 第一把交椅了吧 可以这样讲 是 的音乐家来到台湾 对 所以20% 其他的 20% 我会希望的就是 尽量可以邀请到这样的 的音乐家 来高雄 那 所以来 来这边听音乐的客人 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 那个 所谓的Music Charge 这件事情 哦 对对对 哈哈哈哈 说起来我 可能是 可能是 台湾第一个 做这件事情的人 是 就是 嗯 就是你来我们酒吧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 所谓的Music Charge 对 那这个 音乐 就是你为音乐的 那个收费 没错 很多人觉得音乐是免费 对对对对 这是我很坚持要做的事情 所以 那个Music Charge 我也讲老实话 当然你会说 艺术是无价的啦 可是 我也必须讲老实话 就是说 大家不管是天分 或者后天的学习的 呃 努力的程度 嗯 或者说经验 经历 是 呃 我必须讲 就是音乐还是有高低的 对呀 讲老实话 那 所以 那当然 就是我 可以让他在 马沙利斯表演的人 一定是我自己觉得OK的 觉得很好听的 也就是说 像您刚刚讲的说 如果我过去 没有接触过爵士乐 嗯 我第一次听爵士乐 然后我来马沙利斯 是 那我会听到什么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呃 他一定 至少要对得起 我对爵士乐的 爱 是 我 我 我 只能 也只能这样讲 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说 那个音乐 对你来说会是什么 我听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嗯 如果你对爵士乐有兴趣的话 是 那我们这边 所发生的这些音乐 应该真的都会是 值得你来听听看的 嗯 没错没错 大家就是可以 嗯 先不要有任何成见吧 我觉得 对对 对不要有成见 然后想说 我来听听看一个 这个真的很爱爵士乐的 创办人 他来安排的这样的表演 嗯 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是 对 那我相信大家是不可能失望的啦 对啊 其实 这个倒不一定 哦真的吗 嗯 因为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 因为Jazz它不是一个 要去讨好人的音乐 不是 对 所以这个其实 我觉得爵士乐 对在这方面 它跟一些古典乐还蛮像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像流行歌曲 它最大的特征 就是 它就是要讨好你 对啊 简单说就是这样 容易听听 对 它就是要你去注意到它 然后喜欢上它 是 可是 对于很多创作 古典乐或爵士乐的人来讲 那个不会是它的初衷 对 对 它就是为了做好音乐 去做音乐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 我会觉得说 如果大家对爵士乐 古典乐有兴趣的话 我认为 我们应该要自己 去靠近那个音乐 哦 对 就是 你不要等那个音乐来靠近 因为音乐不会靠近 对对对 因为它从一开始 就不是这样子的东西 对 对 所以 我也必须说 爵士乐其实有点像是 一个很 比如说你阿公 他以前戴了一副眼镜 嗯 那你年轻的时候 都会觉得那个眼镜 可能很老套 很老 不好看 对 不好看 小时候不喜欢 对对对 可是也许 等到你有一天长大了 老了 嗯 你突然 你看过全世界都好东西了 对 你才会突然回来 看到你阿公那个东西 了解到说 哇原来我阿公那个时候 嗯 就已经品味这么好了 哦 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 所以我觉得 呃 爵士乐 它是一个 怎么讲 呃 他不是一个玩伴 他不是 他也是艺术成绩 对对 他不是一个呃 陪你玩的东西 嗯 他是一个朋友 是 所以 朋友 他也许不是 你一开始就知道 原来这个人是 那么值得交往的 嗯 可能你要很长一段时间 或者你老一点 你才会知道说 哇原来 原来这个朋友 那么有深度 是 然后原来 他有很多事情也是 诶其实也蛮幽默的嘛 嗯 或者说 诶其实也蛮精彩的嘛 怎么以前我都不知道 发现他的乐趣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听现场 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 比如说你会听到 呃 贝斯手 嗯 这样一边solo 我觉得这个是对很多 刚听 爵士乐的人 甚至会有点折磨的事情 因为 因为 因为他 你到底在干嘛 对而且他们对低音 可能没那么敏锐 对对对 然后你 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 像这些事情 我不能预盖迷章说 大家都一定会很喜欢 然后 但是 他到底奥妙在哪里 他一定有他的 呃 我可以稍微讲一下下 好啊 就是 其实当你在听 贝斯的时候啊 嗯 就是一个 贝斯在那边solo的时候 嗯 你应该继续在你的脑子里面 如果你知道他和弦进行到哪里的时候 嗯 你你尽可能的继续把 他的 本来的主旋律 嗯 keep在你的脑海里面 哦 然后 你就会看出他跟他那个对位的关系是什么 嗯 然后 然后那个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说 你把一条鱼 然后你把那个鱼肉啊 对 骗得很干净 嗯 剩下骨头 剩下骨头了 OK 然后你你从那个鱼骨头上面去想像那条鱼本来的样子 原本长的的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对阿 所以所以 我自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也就是我刚刚有说 就是一个可以 他们要把音乐弹得很优美 弹得很动听 其实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 都可以一定都做得到 那但是为什么他们不 一定有它的原因在 那我觉得这一个问题 又可以留给各的大家听众 可以去体验一下 去感受看看 这是最有乐趣的地方 而且即使是相同的演出者 他每一次Live 每一次都不一样 所以假如你真的听了某一次 觉得太喜欢了 务必要follow他们 再次出现 对 因为他真的是 就是他就是 每一天就只有一次 就是每一次就是 就这一次 一起一会 就是一种活在当下的快乐 而且他今天想跟你说的话 也许十年后他说了别的 所以每一次听 尤其刚刚阿伯讲的我很有感触 就是你刚开始听爵士的时候 你同一首歌 当时可能只听出 可能五种感情吧 对 但是你过个五年 十年再听 也许你会听出更多东西 对对对 对啊 而且其实绝世乐里面本来就有一种很豁达的态度在里面 我还记得有个小故事是那个Herbie Hancock 是 他年轻的时候跟Miles Davis 他们有一天 因为Miles Davis脾气很坏 对 听说 然后那个 有一天Herbie 那时候他很年轻 然后他在演奏的当中呢 他发现他按错了一个音 哎呀 按错了一个和弦 然后他说如果以过去Miles Davis的 他对他的了解 他最轻就是等他一下 那严重的话可能会什么 一个乐谱就会飞过来 这样子之类的 然后所以他弹错的时候 他自己就有瞄了一下Miles Davis 晒一跳 因为他觉得说 Shit 怎么办这样 结果 他发现Miles Davis完全就跟着他那个错的音 跟上去了 跟上去 而且继续在发展出一个 他完全自己都想不到的东西 哇 然后他们演奏完的时候 那个Herbie跟他道歉 所以就跟他说 稍微我今天弄作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样 然后那个Miles Davis就酷酷地跟他说 That's the way we play tonight 对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演奏这首歌的方式 这样子 所以其实 我觉得刚刚讲了一个所谓的豪达的 那个东西 就是我真的看到很多 尤其是一些年纪很大的音乐家 是 就是 像我有一次 很幸运 就是我有听到一个 Donald 那个Herald Anko 他是谁 他是那个Jet Baker 大概在80年代 在全世界兔儿的时候 跟他搭配的一个钢琴架 叫Herald Anko 是 我有一次很幸运听他在那个Marsalis 然后他跟一位他在美国二三十年没有见面的朋友 是 Bobbi Porcelli 他们竟然在台湾在我这里 相遇了 相遇 哇 然后当然你知道Jazz的文化嘛 就是Herald就一要上来 就跟他坠一下这样子 然后他们那天就演了他演了四首 演了四首 其中有一首是Speak Low 那Speak Low大家听到的版本应该都是很慢的版本 可是那天他们做中版 那一开始我听得有点不习惯 就是因为你一开始会 我们年轻的时候我把它当情歌听嘛 对 可是其实那天我听到他们尾段的时候 我突然感受到Speak Low不只是一首情歌 它其实是一首在回顾人生的歌 是 对 那我想到这边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对 因为那时候Bobbi Porcelli已经七十几岁了 那Herald也接近快七十了 是 所以我突然可以感受到 比如说他们两个还在年轻的时候 在一起做音乐 然后在几十年后在异乡 在异乡乡 然后相遇 然后做这首曲子 的那种心情 是 我那天眼泪真的就掉下来了 太干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事情 好像真的只有在爵士乐会看得到 对啊 在这个世界里面才会有 因为大家是如此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音乐里面 对 然后你知道他们这些 这些爵士乐的音乐家 他永远都是ready的 没错 对 就是你任何时候 你cue他上来 嗯 那天我还记得他们第一首 就是今天晚上那个 Wintern Marsalis有一张专辑叫Hot House 对 他们那天第一首就是演Hot House 然后那是一首很多很多奇奏的 的一首曲子 然后你可以想象吗 没有排练过 二十几年没有见过面 一上去 那个速度大概可能至少一百八两百 很快 很快 一个音都没有漏掉 哇 真的就是你如果没有亲眼看见你 你很难想象 神乎其其 真的是这个样子 对 就是这样子 太精彩了 这也是这个场馆的快乐 是是是 可以见证这些时刻 是是是 对啊 好啦我们再来听一首歌 进个广告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爵士知识节目 我是主持人简世民 我们回到节目中的最后一段 时间过得真快 再次欢迎我们高雄的这个 Marsalis爵士酒馆的创办人 张孝伟 阿伟 嘿 哈喽大家好 耶 回来了 好 最后一段 我觉得时间过太快了 好多想问的 赶快来问一个我心中的问题 好 就是我们在08年的时候开幕 对 然后当时真的是很多 就是现在在 一直在拿奖 这些一线的年轻音乐家们 刚回台湾的时候 是 那时候我心里感觉 你应该对他们来说 是个伯乐 因为我听到他们都说 刚回台湾 连要不要继续做音乐 都不知道 OK 对啊 那伯乐一定是不敢讲的 没有那回事 没有那回事 是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 可能对大家 其实他们对我来说 也是一样 我想这是 这是 彼此都是 会珍惜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还记得 这位歌手 相信现在已经 没有在台湾活动 然后她叫Tammy Tammy啊 然后Tammy以前 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还记得 是那个 曾正义 是 找她来的 其实蛮有趣的啦 然后 Tammy第一次来的时候 她就问我说 老板老板 因为那天要跨年 哦跨年夜 对 老板老板 那个 你们有没有要 希望我们唱什么 这样子 对 我说没有没有 你们就做 你们想做的东西 想做什么做什么 对她说 然后她就露出 很惊讶的脸 我说 有那么惊讶吗 他说 我从来没有 看过有 一个 那个酒吧老板 是这样子的 我说对啊 你们就做 你们想做的 然后越just越好 她说真的吗 都不用做流行歌 什么都不用 不用 她说哇 这样 好快乐 我还记得 结果那天晚上 真的大爆满 那天 你看这个地方 挤了大概八九十个人 满满的 满满的 可是你知道那天 那个Tammy 我还记得她唱 Good Life Good Life 然后Good Life 她唱到最后一句之前 就是她有个停顿 是 慢歌嘛 对不对 我永远都忘不掉 就是她那个 停顿下来的时候 满无子的人 一点点声音都没有 哇 真的 就是一点点声音都没有 大家都在音乐里面 对 是跨年夜 真的 真的 哇 我永远忘不掉 那个moment 对 就是 其实那天我真的觉得 好像有做到了 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 那是第一次有那种感觉 那 可是那个东西当然就是 我们只是一个 怎么讲 在培养土壤的人 那那个 那个东西长得好不好 当然还是看音乐家 自己本身 是 他们自己的音乐 这样 所以 那那时候很好玩 那时候 真的像许一英啊 对 然后像 真正义啊 谢明燕啊 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说 有分 分两派 就是 从纽约回来的 从美国回来的 然后另外一派是从欧洲回来 欧洲派 从比利时回来的 这样 然后 甚至 我记得那时候 呃 是谁我忘记了 应该是 Mike 还是Hope 嗯 你很难想象这些人 他们曾经六个人 凑在一起 有谁呢 有那个 树叶 啊 然后有 曾正义 曾义 书胜玉 嗯 小胖老师 王伟俊 哦 然后 还有谢明燕 是 就你可能想象就是 现在这些 当初 当初 就是这些现在 像您刚讲的 就是 对啊 星光三三 对对对 就是当初 真的说还是 很年轻的时候 他们曾经 有一起做过一个 六重周 哇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真的是历史 历史 真的是 就是 all star 真的 可是那 当然那时候 不会有这种感觉 对啊 不过 那时候我还是很 很感动的 因为 我是从我爸爸他们那一代 看到 他们这一代 所以 等于我刚刚有讲嘛 时间至少差了三四十年 是啊 之间这样 所以 我等于是 今年看到爵士乐 起来 然后又不见了 不见了 然后又开始慢慢发生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嗯 所以其实 像那一天 那个感觉 或者 有一次 那个 呃 魏广浩 哦 Stacy 他带了那个 东华大学 哦 学生们都来了 所以我们这边有办过Big Ben 在这个场地里面 对对 二十几个人的大乐团 然后像那一天 他们在做 我爸爸以前他们在做的音乐 就 就你刚刚放的第一首 嗯 跟Miller他们的音乐 这样 对 对 所以其实 我 就像你刚刚 我们休息的时候 你才说的 就是 其实我 我觉得这个音乐真的 带给我很多很多 东西 是 然后 像 玉音啊 他们 其实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哦 我觉得 我把他讲出来没关系 哈哈 玉音应该不会怪我 其实 呃 应该是 一零年的时候 是 一零年的时候 呃 呃 玉音第一次来是 那时候我们台湾 呃 有一位 贝斯手 叫Martin Van Bull 哦 对 对 然后 他是那个OB Fawkes 的团长 是 然后他们 呃 来这边做一个duo 嗯 那时候玉音真的才刚回来 是 刚回台湾 对对对对 然后 然后 那他那天音 呃 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演得不好 表演得不好 哦 所以我我带他去 搭车子的时候 是 他在我车上 就掉眼泪了 啊 他太介意了 对 可是当那天在掉眼泪的时候啊 我心里面就 觉得说 他一定会成功 嗯 对因为 我我真的开过太多乐手了 是 对 有很多乐手是 比如说在台上如果 呃 演得不是很好 还是 哪边闪失掉了 有的自己会在那边做鬼脸啊 然后就 就过去了这样子 那 说老实话 这个 我也是蛮不以为然的 是 那反而是像 像玉音这样子 的音乐家 嗯 我从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说 啊 这系会会很自我要求的 对 的音乐家 而且他在意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 我那时候就有 蛮确定就是 嗯 他一定可以 可以成熟起来的 是 对对 所以 后来过了这些年啊 比如说看他 或者麦克啊 是你 因为 我知道麦克的一些 一些故事 嗯 就真正意就是 他 他其实是到很晚才学Jazz 好像是 很晚才学 对 对 然后你会发现说 这些 包括我爸他们那一代好了 就是 或者我刚才跟 那个黄瑞峰老师 是黄老师 就是 我刚刚跟黄老师 讲到最后的结论是 其实 到最后 这些音乐家 你会发现说 他们其实都没有在 真正在意什么 啊 我能不能 赚多少钱啊 我能不能生存得下去 其实没有 真的没有 我看到的他们 他们其实就是 那么的爱音乐 嗯 然后 那么的喜欢 音乐这个工作 是 他们就一直做下去 一直做下去 然后我觉得这是相对的 就是 你 你给音乐什么 音乐也会回馈你什么 对啊 对 所以 所以其实 我觉得 这十几年 就很幸运吧 就是可以 看到很多这样子的 事情 是 见证这一切 对对对 对啊 其实乐手们也觉得很幸运 高雄有这样的地方 这个我倒不晓得 讲到实话 绝对是的 因为你愿意让他们做 他们最想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互相的 互相的愿意 是 然后这样的事情 我相信在听众的耳朵里面 他也会一直一直发酵的 是啊 所以真的非常欢迎大家 如果你 就住在高雄 或者是刚好来到高雄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地方 是 然后演出讯息什么 网站上面我们都看得到 对 我们表演其实拍的不多 是 对因为就是我一向都是 灵缺无难 对 求精不求多 对对对 就是 其实我是08年开的嘛 对 我是 我第一场真正的表演 其实到09年才开始 哦 对 就是 说老实话就是像 玉莺 真正义他们还没有回来之前 嗯 我讲老实话 我还真的找不到 我心里面觉得OK的乐手 哦 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是呃 反正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奇妙的缘分 是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绝世之神吧 绝对是有的 真的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高雄 我们也不是在台北 所以就是慢慢的 包括 有一些乐手回去纽约啊 回去欧洲啊 然后告诉他们的同行 就是说啊 如果你有到亚洲的话 可以来 可以来 来高雄那个 Marsales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有有我觉得就是那个诚心吧 是 就是诚心这样子 是 对 所以就是真的我很希望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来这里听音乐的话 嗯 就是嗯 至少至少我们真的就是绝对是百分之百诚心的 对 想要把真正的好音乐 嗯 就是带给大家的 是 就是 就来听听这个非常 其实算是充满信仰 以及诚意 满满的诚意的 好听的音乐 是 是 时间非常开心 我们在节目中可以听到阿伟这么多分享 相信大家都觉得太精彩了 哪里 对啊 这十几年来 一直发生很多 算是奇迹吧 嗯 对啊 很快乐的事情 真的真的 对啊 我们在节目之后来听一首来自Pistarate My Song 要跟大家说晚安了 我们下次节目见 谢谢阿伟 不会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